是不是要提早到更早的时间 举例来讲 如果可行的话 可能要到三个月以前 早还要更早 因为现在事情大调了 台湾机场难跑到 年度碎休 造成多架班机严重延误 旅客抱怨连连 交通部和机场公司 出面坦言又疏失 在协调上 需要再更积极的提醒航空公司 航空公司知道 可是似乎每家航空公司 并没有意识到 它的颁表是在接风时段 以施工第一天航行量 698班来说 多达11%班机 让旅客等半小时到一小时 12%等了将近两小时 还有10%等待时间 两小时起跳 也让一般的旅客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资讯 我们会列为 把他一个重要的一个事项 只是过去在疫情期间 以及2015年 也曾进行封闭跑道碎休 当时已单跑道 引运造成延误50分钟 但都没这次严重 那因为这次比较长的时间 有跨越到了我们所谓的 接风的时间 可以造成了非常严重的 一个延误的情况 交通部说明 以往是整年碎休 因此早有和航空公司 协调所有细节 而机事工会也推估 施工时间长 加上跨过尖峰时间等 都是这次比以往 大规模延误原因 交通部长王国才说 5号凌晨12点就要结束工程 等于主跑道 提前16小时开放 但这样赶工安全吗 跑道最休没安排好 影响甚大 哪个环节出了错 都得检讨 也难怪外界质疑 机场公司交通部 罗斯松了吗 TVBS新闻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